Hello大家好 上个月我拜托李一子帮我做了个调查 统计了2万名2万份以上的up主 最近一次投稿的时间 发现有3000多位up主的上一次更新 是2019年8月底以前 也就是停更了半年以上 基本可以认为 他们放弃了做视频这条路 up主停更的原因有很多 有的是违规 有的是被锤 还有的是回家继承家业 当然这种就太稀有了 更多的可能就是累了 失去了做视频的热情 讲道理我做视频也经常有动力不足的时候 因为我发现在万千短视频里 能经得起时间冲刷的少之又少 游戏视频会随着版本更新 英雄重作失去时效性 背景故事讲解类 官方也会吃书重写 舞蹈区早年间那些经典宅舞的可看性 无论是画质装造动作 都已经无法和如今的相比 数码类几年前的旗舰机 如今参数早已过时 已经没有参考价值 当我以年为标准审视自己的作品 怎么做都会觉得质量和利益不够突出 让我怀疑这些时间自己花的是否有价值 但我最近意识到 敬畏时代的洪流不等于看清当下的价值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体验 哪怕现实生活中忙得要死或者心情很差 点开几个视频 就能暂时忘记现实的烦恼看得很开心 所以无论这个视频以后会怎样 只要它在现在充实了我们的生活 就是有价值的 即使我做不出传世经典 我还可以把其他优秀的UP主 推荐给大家 这样即使哪一天我没了 我的意志依然会以另一种方式 永远的流传下去 等等这是什么迷之文案 用人话说 这是一期UP主安利视频 今天我们一共推荐12位UP主 分别来自不同的领域 那我特地没有挑非常热门的 他们的粉丝数都在百万以下 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 我看他们的视频或能感到心情舒畅 或能感觉受益良多 那么做好准备 我们正式开始 第一位UP主 老蒋 俱靠谱 他做的主要是时事杂谈和点评 时长平均25分钟以上 最长一个小时 我就开始看到第一反应就是 这么长谁看得下去啊 而且他做的主题都非常敏感 讨论垂人现象 讨论女权 新视频还讨论了饭圈 在我看来简直是在玩火 直到有一天我点进了他的锤人分析视频 结果一口气看完一秒没跳 他的视频短短几分钟没法说得清 这里主要说两个优点 一 干货多 而且他的干货不是单纯的罗列文献和数字 在锤人视频里 他以前媒体人的身份 从新闻伦理的角度 剖析了汤表哥等人的行为 监督者的角色 这个说法非常好 因为传统媒体 其实也有所谓的第四权理论 那么在这种理论中 新闻媒体是充当了社会公企的角色 那媒体可以制衡政府 还有大型的商业机构 疫情对经济影响的视频里 他直接找了11位老板 介绍自家公司的运营困境 其实是很勉强的 那么昨晚里这儿 我准备用一种自己能够hold住的方式 去做这个选题 我采取的方式是 我找了一些身边的创业者 还有老板 那么每一个人呢 我都进行了半小时以上的访谈 半圈视频里 他就学习了ABO等同人圈理论 那这个设定 我没有进行完整的考据 它应该是来自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 非常非常棒的科幻小说 是阿希莫夫的 神问自己 个性来算的话 分成三种 也就是Alpha Beta 然后Omega 第一种人是 老蒋的视频 不只是复制粘贴百科 而是融会贯通后 在用自己的话表达 所以他的干货 既真实又不枯燥 二 我看他的视频 总感觉时间过得飞快 三十分钟的视频 还意犹未尽 他非常会拿捏节奏 语气语调也恰到好处 每隔一两分钟 就能抛出一个 令我耳目一新的观点或事实 就像相声里的包袱一样 吊着我一直想往下听 这说明他不仅干货够多 还能把干货 均匀地放在视频的不同地方 这非常考验撰稿能力 而作为前媒体人 这恰是老蒋的强项 所以我关注他 是想以后遇到公共事件时 多一个评判的维度和参考 第二位up主 风流先生 这是一位守风琴专精的up主 我最喜欢的一作 是他对恶魔人的演练 视频最开始的一段intro 就震住我了 录音质量齐高 画面干净 而且手很好看 执法流畅 情绪饱满 节奏还很多遍 虽然我对守风琴完全不懂 但也能看出他这段演奏难度不小 更夸张的是 视频里他还把恶魔人和苏维埃 进行曲无缝衔接到了一起 节目效果满分 创意和编曲能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难能可贵的是 从14年到20年 其实守风琴在音乐区都非常冷门 难涨粉 他一直在稳定更新 主要弹各种ACG热门曲和耿曲 很对我的口味 只是至今还没有十万粉 令我心情复杂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点个关注 让这位六年老up主早日拿到银色粉丝盘 第三位up主 我不会读 我只知道他叫胡好 但这是一个篮球up主 水平应该蛮高的 主要做打球技巧分享 而我是一个不打篮球 也不看篮球的人 但我第一次看他的视频 就连着看了一整天 他的视频不开弹幕就是普通的小教程 但他的讲解风格非常真实 一本正经不念稿 语言表达还特别的独特 很多词汇我闻所未闻又很生草 所以开了弹幕就是一个新天地 因为他们觉得这是走步 他们觉得 一二三走大爷 这个我也不解释为什么不走步 这个是个打球的人 人类打球者 这就都知道 这是牛逼 这是一个篮球动作 球人的动作 所以不解释 走大爷 这一下你得足够迅猛 你得就是 对吧 你得像个就是 有病的人一样 你得像有病的人一样 你到这样玩了以后 致命之招 你给他来一些身体对抗 你用你的太极 你的肩膀 这么给他来一下 包括你的手 就出事了 然后他出事你就成功了 他出事你就成功了 然后你偷懒 我个人很惭愧 看了他的视频丝毫没有想打篮球 但是却不影响我想看 他更多的篮球技巧视频 所以说UP主和弹幕的化学反应 真的非常重要 第四位UP主 我先不说他的名字 他有这么几个特点 大家可以猜一下 一在校学生 二做各种数码产品评测 三擅长用镜头巧妙地展示产品的特点 四结尾的满分文案升华主题 没错 他就是老师好我叫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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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去的遮罩效果 还有最近非常流行的 让手机自己动 自己动 自己动 可能是这些技巧 让观众觉得视频很合同学 但它其实个人风格也非常明显 首先它更放得开 语言更诙谐 会玩梗调节气氛 最大的亮点 就是这块屏幕 有着国产手机里 确实可使得2K分辨率 你他妈懂不懂啊 这是3K屏 3K 可它只是因为屏幕比例长 像素相应增多了而已 理论上来讲还是2K 支付宝到账 对对对3K 3K屏就是3K 显示效果非常棒 不能说比三星好吧 屏占比最高的肯定是三星嘛 人家就是做屏的 你说我要做比三星更大的屏 三星说老子不供货 你做个屁是吧 30块屏幕我看起来真的很舒服 很柔和 而且很多观众觉得 它长得又像王源 又像一阳千玺 我觉得它颜值水分 又有种小鲜肉的感觉 就看着和其他的数码up主 很不一样 但我关注它 并不是把它当作 和同学咕咕时的替代 而是觉得它能走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路 数码区域如今整体 有一种抢发开箱的趋势 可能那边产品发布会还在开 这边评测视频都发了 大家都在追求快的大前提下 像他这样按自己节奏 做精品慢视频的up主 同样值得支持 因为只要给这些up主时间 他们就能把小小的手机 派出花来 堪称视觉享受 第五位up主 胡音源不会读 说实话 音乐区up主就很好介绍 听作品就完事了 而这位up主甚至都不用听 看封面和标题你就懂了 不仅懂 还可能笑出声来 当然我还是走个流程推荐一下 首先索娜 其次 她的演奏技术很高 索娜在她嘴里感觉生机勃勃 然后她的服装 最后她的选曲和标题 非常懂 到位 这一切的一切加在一起 就有了一种错位的美感 在她这里 你可以充分体验到 腾格尔唱恋爱循环般的独特感受 第六位up主 阿福 Fritz 她的视频主要是分析 为啥最近很火的up主很火 听起来是一句废话 但这就是她的厉害之处 她每次做分析视频 都会模仿被分析的up主的制作风格 这种做法很机智 也很有难度 因为她的模仿包括 片头 BGM 剪辑 字体 封面 表情包 logo 文案 甚至每个up主说话的语气 你把自己带入一下 如果是你 你怕不怕被封好 怕不怕 怕呀 怎么可能不怕 但是如果你问罗老师怕不怕 罗老师可能会说 大家好 这是我最佩服的一点 真的是学谁都有那味儿 看她的分析 就像是在看一期 被分析up主自己出的视频 在这种奇特的套娃感里 她的文案又深刻地揭露了 她解读的up主会火的原因 所以她粉丝数虽然不多 但点击量都非常高 那我就在想 如果她作为分析类up主 自己也火了 她是不是就得自己分析自己 然后陷入套娃的无限循环 第七位up主 hero 范范 这是一位摄影up主 看封面就一目了然 她常年坚持更新 《糖水日记》这个系列 就是给各种妹子拍照 然后用go pro记录拍的过程 她的视频都基于真实的约拍 节奏都是相对比较舒缓的 她会和妹子走走停停 到合适的位置 不紧不慢的取景 构图按快门 配合硬景的bgm 你会发现妹子怎么拍都很好看 看她的视频 你无论是想单纯的欣赏颜值 还是想了解一下真实的约拍情景 参考拍摄人像的取景和构图都很不错 她不仅会在世界各地跑 等于帮你看景 还会把美系的调色预设分享出来 非常良心 在这个垂直细分领域里 算是做得非常出色的 后面两个人走 好 快走 第八位hub主 Answer 824 824主要做潮流和球鞋内容 有一说一我并不玩鞋 但她是这个领域我除了Zatranc之外最喜欢的up主 最哥是因为最哥牛逼 824是因为她的视频和胡好有点像 很有节目效果 有单口相声那味 我第一个看的是她鞋式要崩这期 我不知道怎么介绍 就是有梗就是好看 问就是热爱 问就是冲 那我关注她是因为平时和鞋相关的文章视频 我都看不太下去 但84的视频我就能看下去 所以她算是我和潮鞋之间的一道桥梁 能让我大概听懂别人聊鞋的时候在说啥 最近市场上都在流行什么 疯狂的取消 疯狂的热爱 疯狂的召回 就你不要问了 问就是召回 是吧 问就是热爱 就没有办法 因为涨价了嘛 涨价它就热爱了 价格开始跌了之后嘛 买家这边也开始疯狂的取消 疯狂的不要订单 疯狂的出事情 疯狂的不要 不要问 问就是疯狂的不热爱 搞了半天之后 最后就根本没有什么 第九位UP主 阿豪的阁楼 我之前在逆向分析里都介绍过他 为什么这次又来推荐了 因为他一直在给我惊喜 三月初我和他掐了同一个范恩OPPO 我的视频里基本没用手机录像 不是我不想 是我拍完了发现拍的太烂 但他居然用手机拍了一个炫酷小片头 看完我很怀疑我俩用的是不是同一部手机 这个片头我用OPPO肯定拍不出来 好的哥喽 那同时最重要的是他做视频舍得杂钱 做最新一期黑胶视频 他自费5000块买了3DO人头麦和铁三角的黑胶唱机 让我想起了我当年做听懂耳机 杂钱买3DO的感觉 舍得杂钱是能成为巅峰UP主的要素之一 所以我很期待他未来还会做出啥有意思的东西 第十位UP主 弗兰奇思鹅 这是一位音乐区UP主 主要弹钢琴 也发吉他弹唱 说到钢琴UP主 各位可能首先想到的是 飞飞或者A书或者V书等等 这位UP主的知名度相对低很多 演奏难度也没有上面这几位高 视频拍摄也相对简陋 但他的演奏有自己特有的气质 就是非常的温柔 安静而有力 让人听了内心平静 但我不太想听太闹的歌 只想单纯的舒缓一下 他的视频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Flower Dance这样的曲子 他演一下来也会比原曲多一份温柔 少一点喧嚣 在他身上能真实感受到演奏者的气质 对音乐氛围和意境的影响 和其他钢琴UP主对比 真的会发现各有千秋 音乐围和意境的影响 第十一位UP主 小莫与阿猴 这对情侣真的非常厉害 他们主要做全球旅行Vlog 拍照教程 无论视频还是照片质量都很高 他们拍照的风格很特别 色彩浓重明快 构图简洁立体 很抓人眼球 而且经常两人一起出镜 用手机遥控相机 边拍边教大家拍照的思路和手法 这情侣非常有参考价值 在这个铁塔和这个巨大的河豚之间 是一条有动神感的小路 所以我们就要思考怎么去利用好 巨大的河豚远方的铁塔 和中间这个小路的关系 改变拍摄距离和角度 就可以看到 河豚灯笼和后面的铁塔 之间的大小关系 在发生不停的变化 我们在构图的时候呢 就能站在那里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尴尬 所以说我们下一步就准备尝试一下 我在前景 然后用一个寄鞋带的姿势 阿豪就像是一个随意路过的旅人 然后可能就是走那种稍微酷一点的路线 看看能不能把这条街拍出一点新的感觉 视频上他们的调色令我印象深刻 鲜艳但不落俗套 剪辑和拍摄手法也非常到位 最重要的是他俩的任何视频都很欢快 那种享受生活的正能量 甚至要溢出屏幕 每期都让我觉得特别有元气 这让我有点难以置信 他们为何总是这么活泼 这不科学 同位up主我怎么就没这么高兴呢 但无论是不是人设 看他们的视频不仅能学到干货 也真实能被他们的情绪感染 让心情变好 但奇怪的是 在B站他们一直都不火 第十二位up主 小爱大叔 最后介绍的这位豪宅分享up主 我可太喜欢了 其实网上类似的视频一直很多 毕竟这个主题天然吸引眼球 之前就有一个深圳1.5亿豪宅的视频很火 但其他人拍的豪宅视频总有种营销号的味道 观众看了心里别扭总觉得在炫耀 但小爱大叔做的豪宅视频就感觉特别亲切 没有违和感 那这里有多层原因 首先摄影由数码去up主卷毛 weapon的团队包办 不得不说B站up主确实懂观众的口味 行拍构图印镜调色都很舒服 提到什么产品时特写给的也很到位 同时小爱大叔的形象和豪宅完美契合 文案既风趣又干练 不会动不动就哇哇的感叹 这房层高4米35 什么概念 国际篮球框的标准高度是3米05 如果楼下不介意的话 你可以把姚先生约来 在家扣篮玩 每句话都言之有误 信息量够大 偶尔还会玩玩梗 来个梦幻联动 难能可贵的是 它的气质不仅能驾驭豪宅的价格 提起贵价品牌也不卑不亢 点评独到 在他的介绍下似乎我们每个人 都从潜在买家的角度在品位豪宅 观众与豪宅是对等 而非仰望的关系 爱叔家卷毛家豪宅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组合 其他人在这个领域 很难做的比他们观感更好 大家可以猜猜 他什么时候能涨到100万粉 我觉得应该会很快 当年的老土 没准就是现在的复古 反之也一样 全套沙发B&B 别小看这个RB 这个是半个多世纪的 意大利家族品牌 擅长用极简的设计语言 来表达自己独特的生活品位 一股爱谁谁的劲儿 好的这就是本期推荐的所有up主 希望有一些让你感觉值得关注 最后回到我自己 我经常被别人问 你是什么分区的up主 那以视频网站的分区来看 我投稿过九大分区 几十个小分区 那确实不太好归类 但我的视频 无论在做什么领域 其实都有一条主线 就是整合和分享 我会去搜罗全世界有趣的事物 整合出体验最好的那些 然后以视频的形式 分享给大家 比如好听的音乐 良心的网站 优秀的up主 等等 分享这件事 本身就是我做视频的动力之一 只要各位觉得好看 想要看更多 甚至还能来个一键三连 那花钱花时间 我都觉得值得 所以我无所谓偷什么分区 让各位觉得好看的内容 就是我所属的分区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